2018赛季中场临赛结束,天津玄剑中场球员王勇破变身来霸,近日,他在社交平台上,晒自己陪女儿看满石鲸鱼,不想引来众多前东家山东路能球迷的围观。 不少鲁蜜肯关心他啥时候落叶归跟鬼鲁能,不料人群中突然有人喊出一句话,破格用这个字回对,立即让大家一言一对。 今年31岁的王勇破是鲁能清续培养出来的最优秀球员之一,恒大天体之王孔卡曾认为他是中国国内球员中的最强人,但即便如此,他在鲁能也是郁郁不得志。 2017赛季,王勇破最终转会天津拳剑,成为查纳瓦罗口中树总送给他最好的新年礼物。 在马加特体系中失去位置的中国鲁尼终于改换门庭,转会中超升班马是不是王勇破职业生涯的理想选择。 2017赛季他帮助全剑打进亚冠联赛,更惊喜的是,加盲全剑不久,他被理提征兆进国家队T12场散,是个多年后中归国足。 你看王勇破有多开心下图,2018赛季全剑由于内耗,维特塞尔和莫德斯特的出走,让球队的战绩直线下滑,最后再紧急换帅,后方才在最后时刻保级成功。 如今再次面对前东家球迷的归根呼声,王勇破是怎么回应的呢? 在上面那篇动态中,王勇破感叹岁月不饶人,他写道,年龄大了绝少了累累累累,上图,不少鲁密也在评论区中留言,对于他的近况,很关心,还有人问他啥时候回鲁能,但也有人认为,不应该再问这种问题,他说了一句话没想到被王勇破回队,气氛突然让人尴尬。 下图,这位球迷不是那些喊王勇破回来的鲁密,他说道,都别喊着挥鲁能了,怎么走的不知道吗,当初干嘛来,不寻丢人,但没想到王勇破用机各自回了一句,怎么走的你知道,气氛顿时陷入尴尬。 其实球员跟俱乐部之间发生的事,外界的球迷很多都是道听途说不一定准,王勇破这一对,恰好直击对方的死穴,让人无言以对,还好这位赶紧用一句话借尴尬,不管在哪都支持你开心最重要。 对此,破哥也有好的一笑隐恩仇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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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能 correlation,为什么会有好处混乱。 对此,我肉 banned过一笑隐恩仇。 adaptations,Open人都没有沁口。 在所有人,我一定会有周知 可以,如果冲个人有权满골时我们 minions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